记者郭安家台北报道,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殷宁,旅被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炮轰,台北市议员陈仲文今夏武警柯文哲,身兼北农公司的董事长陈景俊,产发局长林崇杰,市场处长许玄谋,为伍打分数,但没有一个官员愿意评分,陈最后说看来你们不予置评,才让柯笑出。 陈景俊先表示,社会自有公平,他不愿打分数挑剂纷争,在陈崇文逼问下,柯文哲才是以由许玄谋打分数,柯还说你,柯,是主管机关要面对,替长官解决问题,但许依然不敢打。 陈崇文追问说,不打分数是不是就零分?柯锦叹气一声,陈仲文也批,上个月北农公司营业额比同期少1123万元, 吴殷宁是陪仙总经理,北农公司明天还要处团赴柏流推广书果,但柏流人口仅2万人,比北偷区还少,尤其第三天的行程勘查活动场地,公园夜市联合活动,好想变相联谊,质疑根本是假考察之名,行旅游之时, 这公司会倒窝,被农公司主秘录权利则回应,被农博流团有17人,包括农业媒体,其他相关人士,业务经理,水果组长等,但听到其他相关人士,柯文哲看住陆权利以疑问口吻说,其他相关人士,陆继续回应,指第三天行程属于考察会展当地输果。 柯文哲敬叹一声气说,他们应该要谨慎一点。